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王思聪最成功前任 张雨昕豪华房车曝光,签公司后比杨子更受重视 说到娱乐圈纪检委王思聪,相信网友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不仅仅因为王思聪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儿子 还因为王思聪为米的生活 其中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王思聪的重前女友们 王思聪的前女友们不仅人数多,而且个个长的都十分漂亮 其中,混得最成功应该就是张雨昕了 很久以前,张雨昕是一名模特,成为王思聪前女友后 为人们所知,而自从和王思聪分手后,张雨昕并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凭借自己的实力走上了演员之路 甚至在今年的网剧运色过浓中小火了一把 和王思聪的其他前任相比,张雨昕发展绝对是最优秀的 在近期,网友们还爆料出了张雨昕的豪华房车 那么这辆房车到底有多豪华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普通的轿车和跑车都需要人弯腰进入 而张雨昕的这辆豪华房车,人只要直立着就可以走进去 这样大家能够想象到这辆房车有多高了吧? 其实赵丽颖,迪丽热巴,杨子,赵本山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房车 将张雨昕和这些演员们一对比,大家能想象到张雨昕发展的有多好了吧? 虽然她才拍了几部网剧,并没有火到一定程度,但是连房车都安排上了,说明她以后的资源应该会持续不断 虽然张雨昕现在发展的事业有成,但最近她也惹上了一些麻烦 据网友爆料,张雨昕团队在争抢杨子的资源,而且还被杨子团队警告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张雨昕和杨子两个人都属于欢瑞旗下的艺人 自从张雨昕在网剧中小伙之后,她的团队们就开始骄傲了起来,在公司也受到了重视 于是,张雨昕团队想要在公司争夺更多的资源,甚至还想分走杨子的资源 直到被杨子团队警告后,张雨昕的团队才开始安静下来 不得不说,一个艺人好好演好自己的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要争抢他人的资源? 每一个艺人的资源都符合了自己的形象定位,杨子的资源并不一定适合张雨昕的定位 不过这样的小道消息,大家还是听听就好,没必要为这些绯闻太过于伤神 毕竟演员最重要的是演技和作品,并不是绯闻八卦 当然小编也期望张雨昕和杨子在以后能够有合作的机会,以此来破除两个人争夺资源的绯闻 不知道大家喜欢他们两个人吗?欢迎评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